路過一段很窄的小路 我們來到了漳州市兆安縣梅嶺鎮的玄宗古城 這裡有一個旅遊地標叫旺陽台 網上的評價非常好 而且景區免費 旺州路的兩邊都是生蠔殼 你們說他們這樣裝起來做什麼用的呢 通往旺陽台景區 需要走一段時間 桃花墓園 老闆很大方 開門讓我們進來觀賞一下 進了很多松樹 松子 木雜道 木雜道 遠遠的已經看見了 我們還要走不少路哦 現在在幾個大石頭上 第一個景點 有許多巨大的岩石 胡亂堆積而成 在這裡觀景一定要小心哦 繼續前行小段 我們就到了旺陽台磨牙石刻和主要觀景台 旺陽台 原來就在我的身後 旺陽台又名旺夫台 巨石之下石塊連接橫置 形成一個寬闊的平臺 整個海灣可盡收眼底 到了這裡才知道 原來這裡有一條小路 是可以上來的 看山腰還有做生意的 賣一些當地的土特產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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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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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沿著暗紅色的木站道 繼續前行 打算去下面的沙灘海邊 大人和小孩都玩的不易樂乎 沙灘成半月型 沙字细致柔软 海滩平缓旷野 夏天的时候是一处优良的天然泳场 沙滩上的细沙和白色的贝壳 给海滩增添了梦幻的感觉 这里竟然写着拍照危险 盛防海浪 我感到很奇怪 拍照有啥危险的 原来过来一看 这里的木篮子竟然都断了 碰了一下 摇摇欲坠 那是挺危险的 我下到乱石堆中 想寻找一下 有没有被海浪吹上来的海鲜 这个对面就是东山岛 我们刚才就是从东山岛过来的 然后东山岛没有看到风冻时 跑到绍安这里来看风冻时了 绍安 绍安 这个就是风冻时了 因为上面的石头跟下面的石头 接触的部分只有半米都不到 大风一吹的时候 上面的石头就会动 当地人叫这个轰动架 他现在要去推上那个石头 看看动不动 看推不推得动 用力啊 过来 新山湾海景 我们就跟着当地人从另一条小路穿了出去 下山的途中 我们遇到一位老奶奶 在处理刚才看到的那一堆堆生蚝 把这个砸一个洞 然后用这个绳子穿起来 扔到海里去 到时候海力会爬到这个上面来 对到时候拎上来就可以了 也许旅行的好处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够了解不一样的东西吧